各位观众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本益原油的每日交易指南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0号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数据 那么今天是周一 基本上很少有这种重大数据 那么在晚上的23点会有美国10月份的资商会领先指标月率 那么这个数值我们看到是三星指标 就表示这个数据它的整体的影响力不是特别的高 而且市场的预测和前值基本上是持平的 所以这个数据对行情的影响非常的有限 所以大家今天晚上还是以技术分析为主 下面看一下重大事件 那本周周四周五是美国的感恩节 基本上美国市场会修饰 而西方一部分的市场也会修饰 虽然市场的交投会在周四周五会比较清淡 有可能会减弱 所以在交易贯中周四周五你要注意一下仓位 并且原油10月份的期货将会移仓换月 移仓换月什么意思呢 就是会有一个强平的阶段 就是有的仓位呢 你到这个时间节点你还没平的就会被强制平仓 这一个换月的话基本上是一个空头信号 我们看一下前期几次 你看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 七次的换月时间啊 基本上的这个原油市场呢都会有一个下探这个动作 为什么一个换月的话就是强平 然后需要新的资金的等待新的机会 重新进场和布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个七次的换月过程中呢 我们看到像这个五月份换月过后震荡还是一个下跌 而六月份呢换月之前呢是不是也有下跌 然后有一个调整 七月份呢也是下跌啊 只有八月份呢是一个上涨 而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啊 在它换月之前或者换月之后呢 都有一个下跌 而当下呢我们看到 当下的原油是不是在换月之前呢 有一波大跌 然后拉起来 就表示换月之前这一些强平的仓位啊 已经选择主动的平仓啊 主动平仓过后呢 行情拉起来 就表示这个原油啊 前期的空头已经有所释放 所以这个原油我们认为还会有一个反弹 但是这种反弹的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 因为有大量这种强平后的资金呢 会等待新的机会啊去进场 也就是说市场整体拉伸的这种焦头和动能啊 不是很强啊 所以你想它有很高这种冲击力的话 可能性不是很高 下面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基本面子的关注 咱们看第一点呢 就是华尔街呢 目前开始压住啊 日本央行收紧货币的一个政策 美国的固收投资巨头啊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正在买入日元啊 因为该公司认为呢 随着日本通胀的加剧啊 该国央行可能会被迫收紧货币的政策 请注意他的用词是被迫收紧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市场的客观规律 或者说行为 这些经济数据以及当下日本的基本面啊 迫使这个日本央行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动作 只是现在日本央行选择什么时机去做而已啊 那未来呢 日本央行一定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表示呢 随着我们持续的看到日本通胀上升的趋势 并稳步高于其目标啊 他们将会有望朝着放弃 或者改变收益力曲线控制的政策方向前进 最终可能需要抬高利息 美国的通胀正在下降 而日本的通胀呢 仍然走高啊 在这个投资管理公司的框架之内呢 这自然会产生日元的多头 也就是说这个日元呢 会有一个升值 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元呢 在150以上呢 就会有很大压力啊 每次到150以上呢 这个日元都会面临迅速的升值 那么这个日本央行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 日本未来的一个轨迹呢 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这是客观规律啊 市场的客观规律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这个日元加息呢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现在就是看什么时间而已 如果是这个日本加息的话 会让美元下跌 也会对全球的经济呢 产生一定影响 因为一旦加息的话 这个借贷日元这种行为呢 将会受阻 因为你加了第一次息 就不排除他会加第二次 所以这个市场呢 会形成一定的压力啊 那么这个消息呢 可能会开始的阶段 会利空这个黄金 因为你借不到这么多钱 很多人会抛售这个黄金呢 去缓解其他方面的一些资金的困难 所以呢 很可能短期会利空 但是未来呢 会形成利多黄金啊 因为它会对美元产生一定的压力 2004年初啊 1月份到3月份之间呢 这个日本亚行呢 很可能会杂息啊 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一个时间的一个窗口 如果这个黄金在1月份和3月份之间 有一波大跌啊 那么相信呢 就是你一个抄底黄金的一个好机会 第二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 巴以冲突啊 货及全球的一个关键航线啊 野门湖庄啊 当地时间19号表示 他们在鸿海海域扣押了一艘正在航行中的 以色列货船 并已将其带到野门的海岸 通过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呢 鸿海是一个很关键的运输航线啊 通过这个苏伊士运河 一旦这个野门湖赛武装啊 对这个相关的船只进行一个扣押的时候 就会对这个航线呢 产生一定的影响啊 这个和以色列有一点点关系的船只 很可能都会被扣押 就会引发这个航线的一些危险 扣押以色列船只啊 只是一个实际的步骤 证明了野门武装部队 不计代价成本的发动海上行动的严肃性 这次行动只是一个开始啊 而鸿海呢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啊 两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也证实啊 胡帅武装于当地时间周日下午 在鸿海劫持了银河领袖号 这两名官员称啊 胡帅武装从一架直升机上空降到货轮上 这与过往伊朗扣押其他船只的行为相似 伊朗的长期以来为胡帅武装提供军事装备 那这很明显就是一个甩锅的行为啊 因为它没有直接的证据啊 仅通过这一种相似的行为 就判断这个伊朗有相关的关联性 这个我们认为是不太靠谱的 那么巴以冲突这个航线现在影响力大不大呢 就目前去看我们认为不是特别的大 它的影响会有啊 但是没有想象中大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没有和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 它是不会有危险的 对吧 野门胡帅武装 它针对性的是以色列 那其他正常做贸易的正常进行交易的 这些船只它不会有很多的影响 未来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啊 大量的西方它是支持以色列的 那么西方的船只很多啊 会对以色列呢产生一定的压力 因为你的货物啊 贸易啊 很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呢 会对以色列未来啊 长期的经济呢 产生一定的影响 也就是说 你现在是从地面上进行个进攻 而胡帅武装呢 很可能会在经济层面呢 对以色列进行一个攻击 虽然我离你很远 对吧 但是我在关键的航线上 对你动刀子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消息呢 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啊 但是短线上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大 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这样一个过程 可以关注到后续的一个动作 第二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巴拉玉运河啊 干旱量造出工艺危机 巴拉玉运河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一个船子搁浅 对吧 那么搁浅过后呢 使得全球这个运输啊 大堵 那么这种的是人为的行为 人为行为的话很好解决 是吧 可以去救援 但是这一次呢 巴拉玉运河是因为自然的原因 那么自然原因的话 只要天气不下雨 你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 对吧 你的人力行为无法和干旱做一个对抗 所以啊 只要这个干旱持续下去 那么巴拉玉运河的运输能力啊 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那么根据调查呢 由于巴拉玉运河干旱而更加严格的航线限制措施 将导致美国发往亚洲的天然气运输船 可能仓位数量啊 减半 大大的制约了亚洲市场 可得天然气的一个数量 比如说这个巴拉玉运河首先会对亚洲的天然气呢 产生一定影响 像什么日本呢 对吧 很多地方这些天然气呢很可能价格会上涨 并且现在也已经是上涨 贸易人士指出呢 预计从12月开始啊 液化天然气传播将无法预定通过巴拉运河仓位 美国前往亚洲的货物将不得不寻求替代路线 请大家注意12月份开始这个天然气可能会上涨 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炒作 对吧 那么国内很多天然气的股票 那你就可以注意一下了 12月份开始就是你买入和布局这一类股票的一个时机啊 行使里程看呢 从美国墨西哥湾出发啊 虽是运河到日本的航线需要一个多月 而途经好弯角的航线呢 则耗时40天 相比之下呢 巴拉玛的运输路线呢 仅需20多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拉玛运河干河啊 首先啊会对天然气的炒作呢 产生一定的机会 特别是亚洲地区 所以你可以考虑相关的一些天然气的股票 去做一个布局 同时啊我们要注意一下 你巴拉玛运河是一个很繁忙的航线 那么货物一旦因为你干旱而运输不畅的时候 会怎么样 会使得亚洲地区的货物 运到美国产生一定的堵塞 那么美国的通胀呢 很有可能会反弹 所以12月份 这个美国的通胀 不是刚刚公布了有一个下跌吗 那么12月份过后呢 我们认为这个美国的通胀 可能就会反弹啊 所以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影响 短期之内呢 对黄金啊原油的影响 不是很大 下面我们快速过一下其他基本面 首先第一点就是保护主义抬头啊 印度大米将出口禁令维持到2024年 为总统大选铺路 也就是说这个 印度大米的出口啊 会使得全球的粮食价格呢 难以下跌 如果有做期货了 可以关注一下粮食方面的一些机会 达里奥瑞平呢 美国债务问题正在接近 引发更大麻烦的领界点 达里奥他是非常看重 债务问题的 因为他出的书也是关于债务为主 而且达里奥他的基金也通过对债务的解读啊 获得很高的投机 所以他在这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威 就目前去看呢 达里奥对于美国当下的经济状况以及债务问题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他们认为这个美国当前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啊 迟早要出现一个暴雷 虽然呢 这个达里奥给到我们的方向呢 还是比较坚定的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黄金啊 即便有下跌或者有大跌 还是可以有一个买涨的机会 因为美国潜伏的危机啊 并没有解决啊 当然了 至于短线交易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对这些想中长期布局 买入去抄底黄金的朋友 他是一个很好的信心支持 最后一点就是 厄尼诺现象的冲击啊 粮食市场 澳洲小麦最大出口的产量预测 再次下调啊 那么下调量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这个上涨里没有着足 厄尼诺现象会不会衰退 会消失对吧 那么但它消失的话 未来这些高价的粮食 比如说粮食期货啊 这些高价的机会呢 你就可以去做空了 所以你可以要重点关注啊 近期这个 厄尼诺现象发展的一个机会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基本面 还没有关注我们 义证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义证经营 黄金百元投资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用K线法则交易系统呢 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盘啊 想要学习 或者说想要享受 K线法则实盘交易指导的朋友 欢迎大家 教我们义证经营的会员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市场投资情绪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元啊 美元呢 目前看涨情绪是59.24% 看跌情绪是40.7% 也就是说这个美元呢 现在还是偏空头为主 而黄金呢 我们看到看涨情绪47.9% 看跌情绪52% 可以看到这个黄金也好 美元也好 处于一个平衡的临界点啊 就是在这个多空的一个抉择啊 没有很大的一种优势出现 所以两者呢 不会有突破重大关键阻力位 所以这两个品种呢 不会改变当前的一个趋势和格局 首先我们看一下黄金啊 黄金在涉口图里面呢 是一个空头法则 所以我们黄金呢 我们是看空为主 那么黄金的下方支撑有两个 第一个是196和1962这个区间 第二个是1950和1947这个区间 那我们都知道呢 这一周啊 会有美国的感恩节修饰 所以市场的整体资金的一个交易呢 回约度不是那么高 所以呢 黄金市场会偏空头为主 因此呢 这个黄金呢 我们认为今天晚上呢 很有可能会跌到1965和1962 才有一个反弹啊 你想做多朋友 可以在这个价格做一个 做多一个机会 而黄金这一周 我们认为 极有可能会跌回1950和1947 其实这个空间并不是很大 根据黄金的波动呢 每天大概会有20美金一个震荡 如果说今天晚上跌个15美金到20美金 那么再过周二周三 再跌一下也就到这个价格 也就到这个价格区间了 那么目前今天晚上这个黄金呢 只要它不涨破1981 我们都不看涨 建议大家可以在1981以上 作为一个止损 逢高做空为主 特别是这个上升趋势线 只要它收盘价格是低于 这个上升趋势线的 那就表示已经是有效破位 一旦有效破位 那就可以继续的高空为主 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元啊 美元呢 这两个价格 请大家注意看 102.7和103.19 是我们前期分析过的一个点位 所以呢 这个美元其实它跌到位没有 还没有跌到位啊 那么下方可以关注 102和103这个价格区间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美元呢 依然看空为主 那么今天晚上 它东风界是在这个103.8 只要这个美元 今天晚上不突破103.8 我们都会看它继续的下跌 但是往下跌的空间呢 已经不是特别大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看到今天呢 这个美元和黄金是同步下跌为主 当然这个黄金处于一个高位的震荡 但是它的多头的反抗力量 基本上都被空头给吞回去了 对吧 早上也不反弹 但是呢 现在是成为回归的一个弱势 所以这个黄金呢 今天我们还是偏空为主 下面看下白银啊 白银呢 当前是一个空头法则 今天晚上它的多分件是在 23.7这个价格 所以说今天晚上这个白银啊 只要不突破23.7 那我们就不看涨 你可以以这个23.7以上 作为一个支损呢 逢高做空为主 而下方支撑有两个 第一个是23.3和23.2 这个区间呢 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而最大的支撑是在22.8和22.75 那根据目前情况去看呢 这个白银呢 跌到22.84和22.75的概率不是很高 会在23.2这个价格区间呢 可以考虑做一个反弹啊 那我们认为这个黄金也好 白银也好 还不至于产生这种快速的大跌 会这种小幅震荡震荡 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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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式的去运作 不会出现这种太大这种波动 或者是急跌急涨这种情况 下面看一下原油啊 原油在实用途里面呢 下方的支撑有两个 第一个是76.18 第二个是75.96 那目前去看呢 这个原油啊 今晚上大跌的概率高不高呢 我们不去猜啊 只要这个原油今晚上不跌穿 75.96 就是它收盘价格 不低于这个价格 那么这个实用途的上升格局呢 就不会变 这个回调则是一个洗盘为主 所以这个原油呢 建议大家可以在76 这个整数关口呢 可以做多 只要它有效跌穿75.95以下 那么就表示这个原油的反弹 将会失效 一旦失效 那么下方呢 我们会看跌到75.27和74.56 这两个价格 而今晚上这个原油 我还是偏向于多头为主 所以这个原油我们认为啊 所以这个原油我们认为啊 跌到74.56的概率不是很高啊 即便破位了 大概我会在75.27这个位置呢 获得支撑 那你可以在75.27这个位置啊 买涨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原油啊 今晚上建议它是以做多为主 如果说它跌穿了75.95 那么回抽呢 你可以继续的去做空啊 到这个75.27附近呢 再去买涨就可以了 但目前去看呢 我们偏向于多头为主啊 接下来这个原油的继续买涨 那么看涨会看到什么位置呢 根据视角图啊 我们的看涨目标大概会在79.58 这个价格附近 也是刚好和前方的高点呢 是重叠的 因为79.58这个价格呢 是我们四小图 看涨法则的一个很关键的支撑位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价格前方的一个高点 好 以上就是K线法则带来的解盘信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